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有什麼要做呢? 我想休閒一點 所以不會特別做什麼 但是因為我家裡的日用品 都沒得七八八 所以我待會會出街 補一補貨 為什麼不網購呢? 因為有些東西我喜歡即場買回來 所以我待會給大家看我會買什麼回來 現在因為1點的關係 所以要解決我的第一餐 其實這個雪櫃有很多冷藏食品 在我之前搬進來的時候 買來旁邊的 例如這堆餃子 還有蔥、洋蔥、肉 所以今天的菜單就是 頹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清食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和我一樣 那好吧,我們先煮飯吃 我先吃 不喜歡吃完之後就剩四了 其實我還是會加一點味精 我個人喜歡超多蟲 所以我會加很多 加白胡椒 加白胡椒 丁到不用太熟 純粹丁淋它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把它切碎 然後再加上去 燒香 是,已經雪了很愛我的洋蔥 這些吃飯有分大中小的 我通常會買最小的那隻 小的這個尺寸剛剛好 無論你炒飯或者你平日炒菜吃飯 我覺得也是剛剛好 因為餃子已經夠鹹了 所以輕輕加一點蠔油 太多了 我喜歡加一點茄汁 然後就炒均勻 超漂亮 這隻是韓式做飯 如果是韓式炒飯 我應該會把雞蛋打亂去炒 雖然材料很頹 但我覺得賣相超級不頹 不是啦 因為現在冬天 我每天都很想用湯去暖 生菜魚肉湯的味道 其實在於有麻油和胡椒粉 我覺得現在這個湯很像 沒有回香港差不多一年了 所以我真的很想念香港的食物 可能我之後會玩一天 是全天做香港的食物 Oh my gosh 雖然是我煮的 雖然是頹飯 但真的很好吃 嗯 滿足啊 每個星期都可以三四次 我這個卸妝也超級好用 而且它還有抹眼 然後這個卸妝也沒得定 我要先把貨放在家裡 買人回來了 實在我真的很喜歡Olivian 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一次進貨 很多我很喜歡的韓國品牌 裡面都可以買 所以每次去我就可以買 我想買東西 那我就不用走來走去 極方便 但是呢 很想之前 我想做個東西 剛才呢 因為忽然間很想喝東西 唉 既然我要清雪櫃 不如我就自己做 所以我就買了牛奶回來 這個 乳酪粉 我又來做這個 藍莓乳酪 超喜歡喝啊 首先呢 就是要 冷藏的 藍莓 想甜點 濃味點 我就會大概放 這麼多 其實我每次都是 用肉眼看而已 然後200ml的牛奶 然後1.5斤的乳酪粉 就是買了牛奶粉 放在家裡旁邊 因為無論做一任 或者做醬 都很方便 份量是perfect的 自從我一個人住之後呢 很多人就喜歡 立即做 例如是 你喜歡的食物 我就會馬上教好 因為 其實人是有惰性的 你一放 你就會放幾天 而且我之前也說過 因為我這間屋 是類似村屋的概念 所以是有機會 是會有蟲蟲製進來的 所以我就不希望 我這些食物的殘留 會吸引到其他昆蟲 因為我很害怕 好像來到咖啡 歡迎來到MIRRORS咖啡 歡迎來到MIRRORS咖啡 我剛才的果肉沒有打算 然後還可以咬 不錯喔 現在跟大家一起開箱 首先第一樣要分享的 戰利品就是 這個 ARRIOR 這個brand 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因為它真的超級超級出名 其實我自己就已經用了一陣子 那我怎樣留意到他們呢 那頭幾次呢 我也是入到這間行街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這個公仔 因為這個女生也挺有記憶點的 所以我就一直 啊原來有這個brand 然後我早前有一天 我就需要買落妝水的時候 然後我就心想 啊不如試一下這個新brand 然後我一試之後 哇 完全愛上了他們 那它這個呢 中文名就叫做 極症舒壓保濕卸妝結硬水 那它的成分就是 卸妝水加Toner 那它是有一個PH5.6 溫和乳酸配方 還有很簡單的9種成分 那所以可以減低皮膚的負擔 那雖然它是一個很溫和的卸妝水 但是它的卸妝能力呢 是真的一點都不舒適的 因為我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是習慣了用卸妝水來卸妝 我覺得它卸妝能力呢 真的都不差的 還有我有時候沒有化妝的時候 因為我韓國很多面色望子嘛 尤其是冬天 我都會用這個卸妝水輕輕抹一抹 你會看到抹出來很多黃色的東西 整塊臉感覺乾淨了很多 而且它這個Tone 保濕水的成分 還可以將一個保濕因子 留在皮膚上 所以抹完之後 可以不用洗的 但是我自己習慣了 就是會直接洗臉 這個就是個人喜好 但是我覺得很方便 很無負擔 用完臉又很清爽很舒服 就是不會有一種 的感覺 所以非常之推薦大家 都可以試這個卸妝水 我已經用了兩支了 這個是第三支 然後接下來呢 我都會用這個 他們的 眼唇落妝棉 來配合他們這個卸妝水 一切來用的 他們這個眼唇落妝棉 是2020 Glowpick的第一位 Glowpick是一個 韓國美妝品的拍行榜 這個卸妝棉 是會有雙面的壓紋 和平滑的面墊設計 所以你去卸眼唇妝的時候 都會很輕鬆 不會怕太用力 就會觸到皮膚 可能會有紋 之類 我很喜歡這個細細包的設計 超級方便攜帶 還有這個貼紙呢 其實是黏得很密的 會不會黏多幾下 然後它就不黏 但是它完全沒有 它有一個雙重的密封包裝的設計 我想說有一次 就是因為我要出去睡覺 我就不想帶那麼多 我就只帶了這一包 我有買了他們的面部的樂妝 我就這樣拿出去 因為懶了 我就不想帶水 水已經是最乾淨的 但是它這個卸妝能力 哇 完全嚇到 那天我的妝其實也是今天這個妝 都是會有閃閃的眼影 和都是深色的唇膏 唇的話我這樣一抹就沒有了 然後呢 是一點都不會乾 雖然它落妝能力是強 但是它又沒有 而且它一包都是幾千瓶的 我本身會預期我會不會 要用幾張才會錄到一隻眼 才會寫到嘴 但不是啦 基本上一張就夠 是完全驚訝到我 去旅行眼唇貪方便的時候 這個眼唇落妝面 真的超級推薦大家 然後呢 剛才也有買三個面膜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韓國品牌 叫做MettiHill 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了 早期都很紅 這個是一個舒緩的泡泡面膜 敷上它的臉上是會起泡泡的 很有趣的 它的中文名叫做 舒緩修護泡泡精華面膜 它裡面是有一個艾草和雷公藤的植物成份 可以舒緩皮膚乾燥的問題 而且也可以促進皮膚的生存代謝 所以我覺得在秋冬這個時份 是非常適合大家用 用完之後你會覺得皮膚立刻打爆 然後會很滋潤 但又不會太黏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然後它另外有一個是這個 換白涼肌泡泡精華面膜 它這個也是會起泡泡的 它裡面有稻米水和珍珠的成份 最主要可以緊緻皮膚 美白 還有可以抑制黑色素和色斑的產生 令皮膚比較有光澤 我自己每次用完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皮膚是有亮白了 光了 所以我自己用完之後的改天 我就未必會化妝 因為我覺得皮膚漂亮了 所以就 儘量享受那個白了的時刻 然後這一款就是 茶樹舒緩护理保濕度入精華面膜 這一款其實就比較適合抖抖肌 經常生暗瘡的朋友 或者是有毛孔問題 都可以幫到你的 它裡面就是有茶樹油 陽金菊和積雪草的成份 它就可以舒緩肌膚 空油抗抖和收縮毛孔的 我自己平時都少生暗瘡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暗瘡問題 但是我有敏感的問題 我的臉很容易紅 還有痕的 我覺得人的皮膚是會經常有轉變的 而我最近的皮膚是很容易痕 我不知道是關不關最近這一年 經常戴口罩事 所以我皮膚一紅的時候 我就會敷這個面膜 我覺得鎮靜效果都幾好 幾明顯的 近一年可能是因為戴口罩 而導致有暗瘡或毛孔問題的朋友 都可以試試這款茶樹面膜 對了 剛剛說的這幾款 Medicule 和剛才的這個 ARIOI的 卸妝產品 全部在香港的話 都可以在萬寧都找到 那台灣的朋友 我就可以在去城市 或是 TOMOS 是這樣唸嗎 特美式 或是在寶雅加碼裡面 都可以找得到 吃得到的香水 其實真的顧名思義 口腔的清新劑 但是它就是 給大家看 它是這樣 一粒粒膠囊 然後每次吃一粒或者兩粒 因為最多四粒 然後直接 你可以用水送 或者直接咬也可以 那我自己就喜歡咬 但其實呢 它不是一個好吃的食物 如果你這樣咬的話 它是有一點苦味的 你第一次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食物是不是可以吃的 你會有這樣的疑問 但是 沒錯 可以吃的 剛剛吃這個檸檬味 所以現在口腔就會 爆一些檸檬的香味出來 但這個檸檬香 大概就會維持一個小時 就會消失 但是呢 它幫你口腔維持空氣清新的 這個效果 我自己覺得 是有大概四至五小時 如果我們人說話的話 不是會有口氣的 但是吃了這個之後 因為 它可能下了你的食道 或者你的腸 我不知道怎樣 但是 總之 四至五個小時內 都不會特別覺得 有口氣 因為尤其是 韓國很多 一些味道很重的食物 就是 蒜頭啊 蔥啊 泡菜啊 辣椒 這些全部都是刺激重味的 因為有時候吃完飯的時候 你會覺得 嘴唇有一點點 味 你是喝水或者其他東西 是蓋不到的 如果是一般的韓國人的話 可能他們就會拆牙 但是我真的 主要在韓國五年都養成不到這個 會在外面吃完飯 立刻拆牙的這個習慣 所以那時候 開始接觸了這個A-film之後 我就覺得 都幾有效果 所以就 一直吃到現在了 那他們就說是吃完飯之後 或者吃煙之後 有那股煙味 都可以 消除到的 對 我不吃煙 我不知道 然後呢 就是這個Moremo的 護髮素 我之前好像也有介紹過 這個品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頭髮產品 我之前有一個 主打是Miracle 10 就是聲聲十秒 就可以把你的頭髮 修護好 我之前就一直都用那個 Miracle 10 但是因為始終不是護髮素 那它這個是護髮素 來的 所以之後呢 我就用那個Miracle 10 配合這個 護髮素 一起來用 這裡有這個 2019年 某個Awards的 第一位 所以其實這個 Moremo這個品牌 是真的 很好用 因為其實韓國也有很多 這一類的產品 但是我就覺得 在這一類的產品裡面 Moremo算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也有保持著它 而且它這個是大用量 當然要買回家 還有它這個護髮素 的味道很香 我覺得可以維持24小時 雖然我現在短頭髮 但是有時候出街 搖一搖頭 我都會聞到它的香味 所以覺得近來 頭髮沒有那麼斷 還有 那個順滑感 都會在 其實本來真的打算 疊在心水 然後打開雪櫃煮頹飯 但是呢 突然我朋友找我 問我吃不吃東西 還要問我吃不吃串燒 我抵受不了它這個請求 所以現在就要外出吃飯 冷啊 現在去的這間日本串燒店 在弘大露號出口 那邊其實有一條山步路 是連去新村的 我之前也有吃過 我也蠻好吃的 然後呢 會有一條橋 過那條橋呢 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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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開的 為什麼 我想吃串燒 不如吃燒肉 隨便你選吧 哪一間都可以 有沒有發覺你每次 想吃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有啊 你可不可以檢查一下Navis 這間白中元 吃吧 吃吧 來吃燒肉 哇 哇 如果你想吃串燒肉 不就有些人不能說 你要說什麼 你什麼都不敢說 你怎麼這麼有負擔 你做人不要這麼有負擔 可能白中元的壞話 都不是壞話 又來買雞蛋仔 其實因為真的很方便 現在不幸好就有 很有feel 乾杯 冷了 外面太冷了 真的完全不想說話 神經病 好 給大家看看 剛才賣的這個 下妝棉的威力 是有多麼強勁 射了眼給大家看 淡妝沒什麼閃粉的 其實一張是超級足夠的 看看兩隻眼的分別 好 然後下嘴給大家看看 哇 抹了 多了九成 然後睡前呢 就用這個舒緩面膜 很快就好泡泡 好 現在敷上臉 一會兒 然後它就開始出泡泡了 好 我覺得 睡前敷一個舒緩面膜 臉上的皮膚呢 即是燒脫皮 然後為了下一日 做一個預備 這樣 然後敷了一會兒 就可以把 臉粉撕下來了 超多婆婆 真的 可以這樣按摩吸收 或者如果覺得太多 其實抹走它也OK 好了 晚上的routine 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呢 只是12點半而已 我竟然現在 就準備去睡覺 我覺得好感動啊 所以呢 想皮膚的狀態好呢 其實 你敷多些面膜 或者你的清潔卸妝 要做得乾淨 固然是重要的 但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早睡早起 除了一顆豆豆之外 會看到我現在的皮膚狀態 是非常好 其實我都蠻用心的維持 大家好像經常看到我皮膚都很好 但是其實呢 我背後也有花很多功夫 這樣去盡力維持的 感覺不用再塗也OK的 所以 睡覺了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們在明天的Vlogmas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Bye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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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